一只导盲犬独自来到墓前为爷爷扫墓 它已经陪伴着主人很久了 因此比人类更加想念爷爷 这是一只乖巧听话的导盲犬 爷爷在世的时候 它就经常陪伴着主人 形影不离地跟着爷爷 随着时间的流逝 它们变得越来越亲密 甚至将对方当作了最亲的人 就当它们以为这样平淡而幸福的日子 会一直持续下去时 不幸的事发生了 抚养导盲犬的爷爷突然去世了 这对可怜的狗狗来说是不小的打击 导盲犬陪伴了爷爷这么多年 因此一直都很挂念自己的主人 他常常瞒着家里的人 偷偷跑出去到爷爷的墓碑前去陪伴他 一待就是大半天 直到太阳落山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这一天 导盲犬从家里跑出来 来到一家花店门口 希望花店的女老板 能够送自己一朵白色的菊花 而女老板早就认识了这一只导盲犬 因为她经常来店里求一只花走 她的目的地是爷爷的墓碑 导盲犬拿到花之后 小心翼翼地叼着鲜花 生怕它粘了一般 赶紧往墓地跑 这一路上她都没有停下过脚步 也没有休息一分钟 她坚定不移地朝着墓地的方向前进 面对众多的墓碑 导盲犬也能轻松准确地找到爷爷的墓碑 只见她口闲鲜花 面对着墓碑 虔诚地拜了三下之后 便将花小心地放在石碑上 随后自己也靠在墓碑旁边 静静地陪伴着爷爷 围观的人说 这只导盲犬自从爷爷去世之后 只要想念爷爷了 就会独自带一朵花过来 缅怀爷爷 祭拜的动作 也是跟着家里人 过来上坟之后学会的 然后 导盲犬就会静静地靠在墓碑旁边 靠了很久之后才会离开 好像这样就能跟爷爷的灵魂 说说话一样 非常感人 导盲犬对爷爷的感情 真挚而深沉 在他的心里 一直都紧紧牵挂那个 总是对他微笑的主人 这样无私伟大的爱 令无数人动容 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感情 简单而又美好 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 同样上演着感人的小故事 一位老奶奶 在三年前救下了一只冰死的狗狗 她悉心为狗狗上药 时刻观察着她的伤势 不到一个月 狗狗就又开始活蹦乱跳了起来 痊愈后的狗狗 说什么也不肯走 就这样和奶奶相依为命 很快 三年过去了 狗狗一直都陪伴在奶奶的左右 奶奶的身体不好 需要定期坐公交车 去城里的医院看病 每一次去都要花上两三天的时间 而狗狗每一次都会等在车站旁 不吃不喝 直到奶奶坐着公交车回来为止 为了防止狗狗在车站 等待的过程中出现意外 奶奶曾经试过 自己去医院前 将狗狗关在家里的棚里 这样它不会被风吹雨淋 也不会忍饥挨饿 但是每一次关上门 狗狗都会非常急促地想要跟着奶奶 一起走 大鹏的门打不开 它就硬生生挤出这个大鹏 再一次跑去车站 等待奶奶的归来 狗狗与老人之间的羁绊 是很深的 它懂得知恩图报 知道要报答对它们好的人 这样有灵性的狗狗 很难不叫人喜爱 善良的老人 遇到善良的狗狗 往往会发生一些非常感人的事情 这些事情都能表现出 狗狗对老人的关爱和牵挂 就和人一样 它们也守护着自己身边的人 也会关心 也会想念 人类和狗狗之间真诚的爱 就这样成为了彼此心里最珍贵的回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记订阅 点赞和评论 我们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动物们的感人小故事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